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不是去电影院了吗 他既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当众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然后就直接就挪头就跑了 把我留在了那 尽管我觉得我有点委屈啊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见他一面嘛 所以那天中午我还给他车友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下午会过去找他 然后我就买了他最爱吃的那个冰皮马薯 然后就过去了 结果呢 我还是在他楼下等了快两个小时 才见到了他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终于见面了嘛 关系应该会会缓和一点 但是我没想到 我们两个见面之后呢 没过多久 竟然就又吵了一架 而且他直接就把我给他买的东西 扔到那个垃圾桶 扭头就回宿舍了 我觉得我行为上可能有一些 就是不太合适的地方 但是是因为他平常就跟他 我去换他 就不太合适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要不再打电话 这种画面了 我一直在这种画面 就像这种画面哦 就像我一样 那样的东西 就像我一样的东西 我说不要弄一样 所以我可以做了 我和你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但是M。 några。 少许会。 少许会吧。 少许会。 少许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